大家好 有没有声音 能听到我声音吗 没问题 可以可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伟 今天给大家讲一台无中门款的房车 B型房车 无中门 加长轴 超高顶 想必这台房车 好多车友是没有见过的 它里面这个布局 提前给大家说一下 6座可以睡6个人 一家6个人出去游玩 不要再怕 没有地方来居住的 一台房车可以全部搞定 首先车的外观 它是V190的加长轴 超高顶 无中门款 那就是5米94的长度 2米8的高度 以及2米1的宽度 上方有支扬棚 后尾部有柴油炉 以及后面 还是一个后双胎 后驱的车型 这款柴油炉 是咱们七郎专用的 一款柴油炉 防车专用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特别连接咱们原车的邮箱 然后上面这个支扬棚 是3米乘以2米5的支扬棚 平常可以把支扬棚给打开 在车外 开一个小型的派对 还是挺好的一件事 然后后尾部 安装了两个外推窗 因为它是一个横床设计 平常睡觉时 可以把这个窗户打开 通风换气 因为里面有那个防 纹隐私的撒窗 来到车的左边来看一下 左边这边 充电接口是在左边 这款充电接口 现在已经标配为380的充电桩充电 以后咱们房车 假如说快没电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在充电桩上面 新能源那个充电桩上面 给房车充电 这边是水箱的一个加水口 车的外观 大家也看得差不多 咱们接下来进入车内 来看一下车的布局 这款车没有中门 所以说中门这个位置 它是打不开的 咱们只能从副驾驶 这个地方上车 而且 在从副驾驶上车 咱们安装了一个导游椅 也是很方便的 这款导游椅 平常啊 使用的时候 拉一下 它就可以来坐在这里 包括安全带什么的都有 然后不用的时候 可以把它给这样收起来 也是方便咱们从这个地方 直接来到车内 来到车内之后 我把这个全车的登录给打开 这样咱们在车内啊 会感觉到更加的一个明亮 整车它是一款六座的设计 大家也看到 对卡座六座在会客厅这个位置 然后主驾驶和副驾驶 是两个座椅六座 主驾驶这边是有多功能的方向盘 定速的巡航 导航的大屏 与自动的大灯 6AT的挂档的挡档开起来啊 那种感觉还是挺爽的 中控这一块 还是和咱们这个私下车 有点相似 包括导航的大屏上面 是可以在来调导航 听音乐 联网都是可以的 然后后面是一款啊 四座的对卡设计 中间这个小桌板 是可以随时拿走 然后这个座椅 它是可以拼成一样床的 拼成床 单单拼成一样床 肯定还是不行 因为它的宽度是有限 但是这个座椅唯一好处就是 它能往外拉 看到这个拉手面 拉这个拉手 抬一下 它能再往外拉十公分 这样的话 这个座椅它能达到一米 将近一米零五的一个宽度 集体是俩人 一点问题也没有 座椅的旁边 有一个外推窗的设计 这种外推窗啊 亚克力的材质 驻车情况下 可以打开通风换气 但是行车的时候 建议大家不要打开 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们行车 这边上边有一个防温的效果 这方是个隐私的效果 网上视觉手打开隐私帘 它的对面就是五中门这一块啊 节省的空间 咱们全部做了一个超大的橱柜 外推窗在旁边 在这个地方平常做饭的时候 把外推窗打开 可以通风换气 然后油烟直接跑到车外 头顶的上方 还有一颗微波炉的设计啊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饭菜 它旁边啊 也没有浪费任何空间 做一个小小的储物格 可以放一些咱们平常食用的调料 这边就是一个逆边呃 锂电池的显示屏 下方是一个逆边器的开关 还有一个全车的控制面板 那么这个橱柜啊 这个橱柜还是挺长的 它的长度能达到将近一米二的一个长度啊 不锈钢的水盆抬高了水龙头 也是方便咱们平常用水的时候 水花不会乱溅 旁边一个800瓦电磁屋 这上面小平台上面到时候可以 大家可以随便的摆放一些东西 也是为了方便咱们日后在房车上面使用其他电器 这个地方还加装了一个220伏的电源 方便大家使用家用电 下面有一个车载的电源 然后最底部啊 设计了一个小的储物格 还有一款洗衣机在这里 这样的话也是方便 咱们日后在房车上面生活 衣服要换洗 没有地方洗 就可以在这个洗衣机啊 洗一下衣服 一个三公斤的洗衣机 很方便很方便 旁边一个108升的双开门冰箱 上面是冷冻下面是冷藏啊 一个佛罗斯特的也是进口这款进口的冰箱 很方便这里是设计 然后往后来根据车友的要求 咱们做了两个这种的啊 这种衣柜 因为他好像可能比情商比较 比较喜欢穿一些挂的衣服 然后到时候可以把衣服挂在里面 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他他的后面就是这款车的核心部啊 卫生间 咱们游在车上想洗个澡呀 上个厕所都是很方便 卷帘设计的卫生间 在里面上厕所洗澡 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然后不用的时候把它给卷起来 这样啊 节省的空间中间有一层层一个锅道 可以来到床上面休息 这是卫生间里面还有一个灯 把它给打开 这边啊 有一个卫生间的小操作平台 可以放水杯水锯啊 以及还有一个花法 因为他是对卡座的车型 所以说咱们卫生间的尺寸 比平常的尺寸也稍微小一点 假如说因为卫生间尺寸要大的话 咱们这个座椅的长度是有限的 到时候会影响这个卫生间的卷帘门来关河 然后后方啊 就是两张床了 一个电动的上铺 下床下床是一个固定的横床 下床的尺寸是1米4×1米8 上床的尺寸是1米1×1米75 这两张床是4个人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而且最床的最上端看到没 还有两个储物格可以来储物 还是挺方便的 这个床平常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给升起来 直接升到车顶 这样啊 下面的空间会更加大一点 而且根据车友的一个要求 咱们把这张床设计了一个带过道的 这个板可以拿走的 拿走之后中间形成一个过道 可以直接从后门来下车 很方便 过道下方 到时候你可以装一些啊 自己想装什么装什么 反正这个房车是你的 里面储物空间你来安排 嗯 辉科区的上方也是有三个这种独立的吊柜啊 分隔一下 可以把咱们物品也给分隔一下 嗯 V90的超高顶 外高是2米8 那么咱们这个内高 它是能达到1米93的一个高度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啊 车顶上面好 一闸多的一个尺寸 1米93 你想想一下身材高大一点 朋友们在这个车内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压抑 然后这一块啊 就是 空调的一个系统 24伏的中央空调 嗯 平常咱们 夏天到了 使用这个空调还是挺方便的 而且这个空调的冷风效果非常非常好 像24伏的空调 嗯 咱们这个锂电池能至少支持它 8个小时以上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400安的锂电池 嗯 怎么样 喜欢这款车吗 这是这款无中门的 终于把这个无中门啊 实现了一个对卡6座 包括 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可以睡6人的房车在这里给大家呈现的出来 还有提衣机冰箱微波炉样样俱全家家电齐全 嗯电视机啊包括还有一个四度监控在这这是四度监控显示屏 咱们在车外可以来监控啊车 在车内可以来监控车外四周的一个情况 而且冬天这款车还配的有一个水暖一体机 就是冬天使用的暖风暖气 以及热水可以来洗澡 配置真的是样样俱全 这款车你喜欢吗 关注我每天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房车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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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